粪水池里的三文鱼怎么成了中国餐桌追捧的美味? 美国打折网 新年购物神价直播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截至6月25日已确诊280 人,不过疫情初期三文鱼案板检测到了新冠病毒,一度让三文鱼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三文鱼在很多人心中是一种高端 食材,味道鲜美,肉质鲜嫩,富含营养,干净,售价不菲 不 过就在此次北京新冠肺炎疫发生后,德法公共电视台,Arty,报 光了挪威三文鱼的养殖环境,大量三文鱼挤在肮脏,充满它们排泄 雾的粪水里,而高密度的养殖也让鱼狮泛滥成灾,养殖场还水里充满了病鱼 而这样的三文鱼运道,国内,却可能成为很多人餐桌上的美味。 凤水池里的三文鱼,却成为,国人餐桌上的美味。 德法公共电视台,Arty,的纪录片调查报道, 称,作为三文鱼生产和出口大国,挪威的三文鱼年均销售额达500亿欧元。 在挪威北部海域,坐落着巨大的海上三文鱼农场,每个养殖场都养着上万条鱼。 调查记者私自带着摄像机潜入了挪威三文鱼。 养殖场,我知道会看到鱼因为拥挤而喘不过气,但眼前的景象更为恐怖,大量鱼挤在肮脏,充满它们排泄物的海水里。 许多得病的三文鱼身上布满大如手掌的溃疡,有的已变成S型激情鱼。 统计表明,养殖三文鱼的死亡率高达20%,此外,高密度养殖也让鱼湿泛滥成灾。 除了养殖条件恶劣,人工养殖的三文鱼还威胁到聊野生三文鱼的生存。 挪威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斯卡拉表示,目前挪威野生三文鱼数量约为53万条,人工养殖的则有4亿条。每年约有一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逃离养殖场进入快阳。它们不但与后者争夺时,物还将鱼湿传染给后者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一眼望去,到处都是三文。鱼的排泄物,谁已经浑浊地看不清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,死鱼沉入海底,并鱼身上裸露着。 8.4万条大的溃疡。不敢想象,一小盘售价就近百元的三文鱼刺身,竟然是如此恶劣的养殖环境,真的太脏了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的其他卫生问题也值得关注。 8.6月15日法国《费加罗报》报道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商品遭到致命病菌,里斯特菌,感染,法国多加大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,自6月12日起下架了三文鱼相关商品。提醒已经购买的消费。 8.7万条养殖三文鱼。 8.4万条养殖三文鱼相关职。 8.3万条养殖三文鱼。 Erik Inlo 养殖廠工人向三文鱼往箱里喷洒沙虫祭,图具RT我国,已成为三文鱼的消费大国。 1985年,挪威开始向中国出口三文鱼。35年间,三文鱼一步步逐渐渗入到国人的餐桌上,进入中国第一步。 打入高端餐饮,尤其是自助餐、日料,获得健康而高端光环。 第二步,又在轻食和高端精品超市中找到了立足之地。 进口、营养、高端、健康。 这几个标签一打出来,三文鱼完全符合了国内心中产的消费升级需求。 日料餐厅里售价低则几百,高则上千的三文鱼。 四身,以及高级而不识优雅的饮食体验,吸引着很多国人。 其中不罚、跟风吃三文鱼的人。 三文鱼。 根据三文鱼鱼业信息新闻网。 占Salmon Business公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1月到4月,在中国进口的所有冰鲜三文鱼中,挪威占据45%的绝对份额。 挪威海产局的数据也显示,中国是挪威农场养殖三文鱼的消费大户。 其进口到中国的新鲜三文鱼总量在2019年翻番,达3141吨。 价值1.5亿美元。 三文鱼在亚洲是高端产品,主要是生吃。 如,果人们开始质疑三文鱼的安全性,他们当然就不会再生吃了,除非被证明完全安全。 一位国外相关业内人士表示,目前,包括挪威皇家三文鱼在内的数家欧洲三文鱼生产商已经确认,其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三文鱼进口已暂时停止。 一条生病的三文鱼。 一条生病的三文鱼。 图巨婴。 国独立报。 为了安全,三文鱼最好做熟在吃。 几年前,作家,美食。